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网上很多朋友都在问 如果我现在要请一个工人 究竟是请一些现成原药断药的工人好些 还是请一些偶尔市的工人 就这个话题我首先和大家分析一下 现成一个现成工人出来找工作 无论他断药也好 原药也好 各行家都已经欠崩头去约见他 除此之外 雇主也加入这个欠工人的行列 他们也会私底下和工人在坊间的咖啡店再约见 现时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不健康 因为一个很差断药原因的工人 他现在手头上竟然可以有五份工 等着他每天去见 换言之工人断药 他未必会很珍惜那份新的工 他会觉得还有很多工可以找到 这个不是这么好的信号 另外 有些工人他现时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工人 但也有其他中介或者是工人 他们都会再出一个提供 尝试换他再转工 所以这个情况也会令到工人很担忧 我申请的工人随时会断药 所以现时不是每个雇主都考虑现成工人 是迫不得已 可能是时间上没有选择 他才选择一个现成工人 就着我自己为例 我自己下年有个工人将会圆弱 是for good的 他真的要回家去建立他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已经预早了一年 去找一些overseay的工人 那overseay的工人有什么好呢 其实overseay的工人是一张白纸 所以由他来到香港 我们教他 学习的阶段 对到我肯加规上一些 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放宽 那这些物月期 学习期 通常可以长到两年至四年 那就是头那两年四年 他的工作表现 我都是一个可以控制的情况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overseay的工人 都会逐约的 而现成的工人 又不可以说全部都断约 不过很多时候 他刚刚上班 都会有很多 跟雇主要做一些磨合的位置 所以很多客人 现时聘了很多联工人 都会想着 咦 我想聘了一个overseay工人 那 现时怎么办呢 时间应该要怎么安排呢 那我接下来 就再跟大家讲一讲 请一个overseay工人 其实是要预留 几多时间和心理准备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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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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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